好的大家可以听得见吗 马上就要八点钟了 OK的话呢就在question里面给我留个言 好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因为今天同事生病 所以临时换我上网课 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 所以内容不是很多 但好处呢就是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啊 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 所以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那在一开始之前呢 还是跟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今天所有的内容呢 都不涉及您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都是属于一般性建议 那我的网课呢 一开始之前都会跟大家说一下 疫情的数据嘛 那大家在维多利亚州的话呢 也会知道现在我们已经连续四天 出现了100多例的新增确诊案例 那今天呢更是高达了165例 我们可以从左下角的这个图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维州的增长很厉害 而且对吧 澳大利亚的很多别的州呢 都已经对澳洲实行 都对我们实行了风 风禁对吧 像是新南威尔市啊 还有那个南澳都已经在 昨天午夜的时候呢 对我们实行了风禁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虽然是身处孤岛 但一定要重置沉沉抗击疫情 大家就安心的待在家里 我们呢也都是work from home的 大家去多囤一些东西 然后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就是安全是第一的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现在的确诊案例呢 那现在呢也是增加到了1200多万例了 那我其实每次呢都会看一下美国 对吧 那我之前呢几次做网课的时候呢 美国的新增差不多是每天在2万到3万这样 那是他们比较控制的好的时候 而现在呢居然是之前的2到3倍以上 那可以看得出他现在的疫情的控制是 不降反增的是吧 就比较恐怖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元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我觉得也是受到疫情影响的 那巴西呢和印度最近的增长情况也都比较严重一些 那我们可以想到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 巴西的铁矿石等等的也会受到出口也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的话呢还是以澳洲的铁矿石为主 但是未来呢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铁矿石会不会仍然很强势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对吧 因为中国现在对澳洲的关系呢也比较紧张 那到时候可能会全部都移到巴西去进口 也是有可能的 那关于疫情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去看一下下一个topic 那我在这是一张6月2号网课的截图 那当时呢我就给大家放了 这是一张黄金的一个走势的预测吧 当时就觉得黄金呢已经有一些开启的上涨的趋势 那我也把这张图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是6月2号就是当时在1737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也是现在的这个走势图 差不多是距离上一节6月2号的网课呢 是上涨接近75美元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呢 那如果大家有收到我的提示的话呢 应该是有对这次的行情是有做准备的对吧 那在6月22号的时候也就是上上周一呢 我也跟大家客户呢是群发了一个消息 说黄金是有异动的 而且呢就是开盘直接就创了一个月以来的新高了 那的确是一个比较强劲的涨势 那此外呢在周四的时候啊 也跟大家又重新说了一下 就是说最近美股的一个涨势好像不是很明显 就出现了一个横盘的一个迹象 那有可能呢就是会有下跌 那建议大家多去增持一些防御型板块 比方说我这边有写到的CNN 发生了什么话 就消失了 让我看到这个大鬓 是说还是有权势 在新高了一 Powное 这么做的 就站在站在新高了一项 就站在看这个草莎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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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站在新高了一项 最后一项 那么 现在大家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现在OK吗 OKOK 刚才我的那个公司的一个耳机可能掉线了 所以说就没声音了 不好意思 然后我又换了我自己的耳机 现在应该比较稳定了 对当时有说到这四个股票嘛 然后也是属于黄金性板块的 可以着重关注 然后又再次提示一下黄金有可能上涨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对这个一会再看好了 我在周一 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虽然说澳元队美元和澳元队人民币都是我们华人朋友比较喜欢的货币队 大家都比较熟悉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现在美国呢和中国的这个局势啊不是特别的稳定 是吧 特别是这个美元 上次给大家做网课的时候呢 也说过 这是他们的Fed啊 也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下没声音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家的网比较不好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 现在好了 那从哪里开始是断断续续的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是吧 OK OK 好的好的 那跟大家重新说一下 就是澳元对美元 还有这个澳元对人民币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货币队嘛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对吧 而且上次呢 就网课的时候跟大家说到这个美元啊 他们的那个Fed 其实就是央行啊 动不动就跟市场说 要印个几万亿几千亿的 这对美国来说呢 美元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所以最近呢 如果我们是看澳美的话呢 这是一个 其实它是在涨的 而且已经涨了不少了 已经接近0.7了 对吧 而且呢 美元一弱势 其实所有的其他的非美货币 都是在涨的 因为这个很正常嘛 此消彼涨 对不对 而且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 就是虽然黄金和美元 都是属于避险产品的一类 但是走势呢 却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最近美元的利空因素呢 其实是更多的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觉得短期美元可能 有更多的利空因素出现 或者说是走势会比较弱的话呢 大家可以通过买涨欧元 对美元的方式去交易 或者说呢 是做空 USDollar这个index 去来获利 而我们再看看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呢 是受到国家调控的 所以说呢 最近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澳元对人民币 基本上维持在4.86的附近 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澳纽这个产品 是因为呢 相比于中国和美国 新西兰它的事情呢 更加少一点 更简单 对国际能够产生的影响呢 也比较有限 而且呢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新西兰呢 它的这个货币啊 往往跟澳洲相比啊 是更加弱势的 也就是虽然我们呢 一直跟客户说啊 做直盘比较好 是不是 也就是说呢 对美元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对澳元来说呢 恰恰相反 澳纽呢 可能才是更加直接的 体现澳元价值的货币队 所以大家呢 如果说看到一些啊 对澳元本身 有影响的一些消息呢 第一个想到的 不应该是澳元对美元 或者说是澳元对人民币 而应该是澳纽 这就是我的看法 大家可以做一下借鉴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是从6月25号 我推现的那四只股票 那现在的表现如何 那这一张呢 就是WOWS超市的一个表现 那也是自上 那个周四起呢 也是上涨了8% 那其实呢 Coast也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Coast的图 当然Coast今天有一个大跳水啊 那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超市股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 从去年就开始 跟我们一起看股评的朋友呢 就可以发现 我其实在18年呢 写过一篇报告 就是说Coast这家超市的 当时它跟West Farmers 正好拆分出来 所以我对Coast呢 也是很有感情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其实超市呢 就是它首先是一个防御型板块 对吧 它是由本土的内需造成的 属于那个生活的必需品 就算经济衰退 对吧 大家吃总要是要吃 对吧 用也是要用的呀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受影响的 也就只有这些 本土的防御型板块的内需股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Coast和WOWS呢 现在还有疫情属性的加成 像是为什么 我是在25号推荐了Coast和WOWS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有新闻说 Coast和WOWS它们又开始限购了 那限购是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东西不够卖了 是不是 那它的销量就上升了 那其实呢 这侧面的跟我们说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买入时机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毫不犹豫就给大家 发送了那一条短信 不知道有多少客户 跟我一样 在那一天就买进了WOWS超市的呢 如果有的话应该也是有小赚一点 毕竟8%也是一个比较可观的利润了嘛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疗股啊 也就是CSL对吧 CSL的表现呢还是比较让我失望的 之前呢我会觉得它之前的下跌只是一个战士的 而且它下面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对吧 也就在276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它在接触到支撑之后呢 也没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或者是上涨 所以说距离 至少是距离我对它的目标价还相去甚远 所以它的表现呢有点让人失望 但是呢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价格 毕竟我们知道CSL之前甚至有达到过340的高位 那现在呢280比我们之前最高位啊 是整整低了是60澳币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对CSL这家公司做一些更多的了解 对吧我们也有很多股评报告 大家可以去问我们的小助手 问我们这个CSL的报告啊 已经出过两篇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世界上最大的雪浆制品制造公司 然后呢是澳洲最大的生物医药公司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金矿股NST了 NST的涨幅啊就比较夸张一点了 它是上涨了12% 这当然是有黄金价格上涨的加成了 因为金价一上涨嘛 NST往往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 这也就是我推荐它的原因 但是呢我今天呀也有看到有投行的报道啊 说担心NST未来是否能够就是完成它自己的一个盈利值 就是生产指引 他们是打一个问号的 而且呢NST呢 它其实本身生产的成本是特别高的 所以说呢这种股票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做短线的交易 而不是一个很稳当的一个长线的产品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提到 那我们就来聊聊 就是大家最近都很关心的问题嘛 我收到很多很多客户的疑问 就是在黄金涨了之后 之前没有买上了怎么办 对不对 那黄金现在未来还能不能涨了 如果说现在买之后立马就跌了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黄金呢 其实我每次网课都会说过 都会说 而且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好多次 就是呢 我认为黄金的上涨呢 是需要积攒能量的 一般呢 涨多久就需要攒多久的能量 但是我们现在呢 毕竟还不知道这一轮上涨 能够持续多久是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涨完了 并现在已经1816了嘛 对吧 最高位 那现在买呢 短期你可能会吃亏 但是如果不买的话呢 等到未来回过头来看 你还是有可能会要后悔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如果听我们的直播啊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同事Alan呢 他预测啊 黄金会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啊 达到3000美元 虽然这个数字呢 对大部分的客户来说呢 是比较夸张的 但是这也是表现了 他对黄金的一个强烈的信心 是不是 而实话说呢 其实对于黄金来说 这个产品来说呢 只要是有耐心的客户 然后是小单的 并且呢 愿意可以长期持有的客户呢 我还没有看到过 哪一位客户是亏钱的 这不是我说大话 因为大家想一想 从黄金的价格呢 从2018年 我们GoMarkets开始 频频推荐看好之后啊 就一直在创短期的新高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买方呢 都是获利盘 大家都是赚钱的 包括现在 黄金也是创了近年的新高了 是不是 那所有买进去的人 是不是都是赚钱的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而现在呢 我相信啊 疫情当头 在这个全球都在印钞的时代 黄金依然会继续上涨 所以大家只要找好 合适的价位 分批买进 有耐心的hold住 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很大 那最主要的呢 就是赚多还是赚少的原因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这个黄金呢 可以分成中长短 三线的一个 一个投资去做 就有一些呢 可能买的价位比较好 但有些客户啊 他是在1500 甚至是1480就进场了 那可能呢 到现在赚了挺多了 他也不想抛 他就会一直拿着 这个是长线了 但是短线的呢 像是有些客户在1734 那个价位入场的 那他可能呢 就是已经离场了 因为他觉得短线的话呢 已经赚够了 对吧 就是这么个道理 给大家借鉴一下 那第二个 我最近一直在收到了疑问呢 就是说 因为澳股 就是很多人在问我 短线交易该怎么做 就是澳股的短线交易 该怎么做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澳股呢 有一些停滞不前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到底应该如何操作 才能从这个市场中盈利呢 其实回想之前啊 就是在股市 在三月 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 股市V型反弹的时候啊 我倒是印象中 没有哪位客户 问我短线交易 该怎么做的 大家都是在问我 应该买哪个板块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大家应该是 心态上有了转变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得到 现在ASX200的指数呢 已经滞涨了一个月了 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着急 特别是和我一样 买了旅游板块的投资者 最近利润全部回土 对吧 之前的盈利都像是一场梦 不管是Webjet 还是Quantus FlyCenter 对吧 在疫情第二次爆发之后 维州封禁之后呢 都像是卸了皮球一样 一路的往下掉 都不带刹车的 对吧 现在都已经掉到 三块一毛六了 我相信大家 对 包括我自己都是心碎啊 而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不是很看好的 Afterpay和Kogan呢 却是节节攀升 是不是 给我狠狠地打了脸 对吧 但是我想吧 想到我同事说了一句话 我们做分析师呢 只是要 只要说话 表达观点 那肯定呢 就是有会被打脸的那一天 因为没有百分之百 说对的行情 所以说 大家现在有一些着急 我也很理解 所以我今天呢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澳股短线交易 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 这里是一张截图 是今天的 就是又是一位客户 来问我怎么去做 短线交易的 我这边给他的回复呢 就是说 其实每天呢 可以看一下超跌股 就是今天跌的比较厉害的那些 然后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 了解的买一点 只要基本面没有大变 其实都是机会 或者呢 找超涨的股票做空 一般日内啊 或者隔日小赚一点钱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坏处就是一定要一直盯盘 不然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错失出场的机会 其实这段话总结一下呢 就是高抛低息了 对吧 要求投资者呢 对这些超跌的公司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对吧 并且要确定 当日呢 拭目是有什么突发消息 如果是有这些突发的消息 而造成了股价的下跌 那这个公司的基本面 有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如果通常呢 是基本面没有改变的话 像是CSL这类的公司 那么大幅的下跌呢 就可以视为是绝佳的买入的 转线买入的时机 但是如果呢 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那下跌通常会持续 至少三天 甚至是长达半年 几年的下跌周期 那相当于就是 接飞刀了 对不对 但是投资者呢 肯定也是难免会有 判断失误的时候 所以在我们做 短线交易的时候呢 一定要设置好止损 避免扛单 舍不得割肉 或者是一拖再拖呢 就会导致自己被深深的套牢 那对我们的账户和投资计划呢 就是有很大的不利的影响 很容易就被拖垮了 因为占用了太多资金嘛 大家需要知道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市场中呢 是一直是有机会的 错了一个不要紧 是懂得认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总结一下 我说的两一点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短线交易 必须要选择自己熟悉 并且了解的公司 那第二个呢 就是必须设置好止损 频繁交易呢 也就是短线交易 更需要大家有纪律性 而不是心存侥幸 觉得他跌止是暂时的 不能够盲目啊 因为我看了太多的客户 因为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 而最终导致了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我不希望 之后有客户再犯这样子的错误 所以跟大家特别的强调一下 这个纪律性的问题 那说完这个短线交易的一个判断方法 我们再来聊一聊 就哪些公司呢 适合做短线交易 对吧 那首先呢 最好是日波动比较大的股票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一个股票每天呢 都平淡如水 不温不火的 那就不适合我们去做短线了 对不对 因为这些公司呢 往往呢 是成熟型的公司 是通过派发股息 而不是价格的波动 去吸引投资者的 那这些公司呢 往往只有在公布财报 或者是派发股息的时候 才会给我们这些短线投资者 有交易的机会 对吧 那我给大家举几个 就是日波动比较大的股票 也就是我经常提到的 像是NST啊 Afterpay啊 Webjet啊 Kogan等等 这些科技股 其实都算是日波动比较大的公司 那其实这些公司呢 往往也是我们常说的那些热门话题股 容易被炒作 也擅长呢 去利用媒体啊 去进行市场营销 所以呢 话题股呢 往往是最容易做短炒的股票 那除了这些日波动比较大的公司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股价比较高的一些公司 也是适合做短线交易的 虽然波动率呢 没有这么大 但是每天呢 至少都有几刀上下的波动吧 那就很适合一些资金量 更大一些求稳的投资者了 因为往往这些公司的股价越高 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表现 也就是越稳定的 而且受到更多投资者的认可 而且有更多的长线投资者正在持有 那这些代表的一些股公司呢 就可以有McCurray Bank 对吧 MQG CSL 或者是COH Real Tinto等等 他们的股价都是比较高的 每天呢 都是有机会的 那其次呢 我也说一种情况 就是在指数啊 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 不管是不是话题股 只要是在ASX200当中 那它也不可避免的呢 会受到指数的影响 也会受到波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和那些喜欢顺势而为 并且不喜欢追热点的投资者 去进行短线交易了 那这种交易呢 需要投资者呢 对大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了解大盘的走势 但往往呢 这些投资者会更愿意进行 简单的指数交易 而不是交易个股 除非它认定某一个个股的波动呢 能够完美吻合大盘的走势 并且表现优郁大盘 这就是我总结的几点 我自己对短线的股票交易的一些看法 那我自己呢 其实是一个十分热衷于股票交易的人 而且呢 我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认识到了价值投资的缺陷 如果您是一位有时间关注市场 并且喜欢体会交易乐趣的投资人 那完全可以尝试一下短线交易 那大家也可以加一下我这边的工作微信 添加我的微信号 因为我看到留言里面有很多客户 已经在问了 就是说这些我发的一些提示 怎么可以收得到 那大家也可以扫一下我的二维码 只要您是GoMarket的客户呢 我就会给您发送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 以及投行的报告 毕竟马上7月8月嘛 就是要到财报季了 这对短线投资者们来说 简直就是交易的天堂嘛 对吧 每天都是上下10%的波动 赚起来呢也很爽 亏起来呢也很懵 对吧 风险比较高的是 跟压 跟压宝一样啊 需要赌上你的 你对这家公司的信念和爱 对吧 但是千万不千万也不要说像是去赌场一样去缩哈 把保全都压在一个上面 这也不行啊 还是就算做短线交易 也是要分散风险的 短线交易呢 并不需要很大的资金 但是需要大家呢 去做一个很严格的风险控制 而且呢 大家在财报季一定要很小心 大多数情况呢 公布财报的公司的股票 会有一个跳空的高开 或者是跳空的低开 很容易呢 把投资者打蒙掉 那速度往往是很快的 所以如果呢 大家是想要做财报的话呢 需要早起看财报啊 一般呢 10点就要开始盯盘 那财报呢 会在开盘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公布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的股东啊 就是机构的话呢 肯定是已经看完了的 那当时他们就会做出反应 所以说呢 早盘投资人对业绩报告呢 一定要做出及时的反应 大涨大跌 往往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 这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快 是的 那之后呢 我也会给我们 GoMarkets的客户呢 发送更多的 一些投行的报告啊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内容呢 其实就到这里了 不是很多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请打到评论区 有客户问黄金的持仓成本高吗 其实不算高啊 我记得是一手的话 我现在不能乱说 您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黄金的那个持仓成本 应该是个位数 小于五刀的 然后有朋友问 中国的证券板块 还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来澳洲已经十年了 我根本就没有中国的证券账户 所以说我从来不 我从来不会说中国的个股 然后也没有什么看法 但是之前A50呢 也的确是建议大家去 多多少少去买一些了 那直播里面呢 我相信像是Alan啊 Coco啊 还有Jackie都在这一块 比我更了解一些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我建议是去问更专业的人 有客户问如何投资黄金 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的话呢 就直接找您的客户经理就可以了 TWE下半年的走势 其实TWE呢 我也是一直都很关心的 因为毕竟是奔赴红酒的母公司嘛 我之前也写过他的股评报告 我认为呢 他拆分之后啊 就是他今年年底拆分之后呢 会对他的股价来说呢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但是现在中澳的关系比较紧张 其实对TWE来说 他还能不能完成指引 这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呢 又恢复了 所以说 这真的是很难判断 如果说您是在10块6左右 买了TWE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附近呢 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 我对TWE没有什么研究 但是我看到不少投行处的报告呢 都是比较推荐这家公司的 我看到有客户问基建和银行板块 是个什么样的走势 基建呢 我依然是看好的 然后银行呢 可能就是偏空一些了 因为我今天在刷AFR的时候呢 看到一篇报道 就是说现在的一个 loan啊 也就是mortgage loan 就是贷款呢 下降了10% 是史上最大的跌幅 所以这对银行来说呢 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消息 而银行呢 大部分的盈利呢 都是从这个mortgage loan出的 所以我觉得银行 如果要恢复的话呢 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之前Mike呢 也在广播里跟大家说过 其实澳洲的银行股的走势啊 就代表着澳洲真实的经济 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 现在澳洲的经济 其实并不好了 还有客户说 想知道这两天 澳洲大盘背离 疫情发展 最近会看跌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虽然说呢 一些股票它在跌 但是你看 Afterpay和Kogan 涨得特别多 所以说这可能就是 风水轮流转吧 就是资金啊 它是会流动的 它并不是说 我会stuck在一个股票 或者是一个板块当中 那如果我们看到 大盘没有大跌 而是维持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位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想 那这些资金去了哪里了 我们现在可以明显看得到 就是Afterpay Kogan 包括Colz Walworth 这些股票 它在吸引 它在吸收了很多新的资金啊 所以不一定会跌 只是说呢 它会轮流的转 还有客户问到LLC 其实LLC的话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而且我自己呢 也是之前也是买过的这个公司 但是已经短线的时候 赚了一票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它在11块7毛2的位置呢 还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之前毕竟有一个前低的一个收盘线就在这嘛 然后今天其实收盘呢 又收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是打到了三次了啊 都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那就要看它今后啊 就是这一周 或者是两周的表现啊 能不能维持在这个位置以上 如果说它跌破了的话呢 那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就有可能呢 继续去测试之前的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啊 我就是随意的画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都是拿前低做的一个比较的 并不是很准确 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 有客户问哪里可以看到公司的股评 那您可以问您的客户经理要就可以了 或者是找我们的小助手 澳牛短期看涨吗 您说的短期有多短 因为我不太看短期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分析水平没有 像是Jackie或者是Johnny这样子好 所以说您可以向他们多咨询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有客户问哪些股票可以做长线 长线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您对这个公司更了解 或者是有信心的公司吧 像是Macquarie Bank 如果你买的价格合适的话呢 那绝对是可以做长线的 还有就是像CSL 我觉得是可以做长线的 还有webjet呢 我自己是打算做长线的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今天有看到这个JP Morgan啊 就是对铁矿石 铁矿石的一个预测 他是预测呢 其实在七八月出财报之后 铁矿石的公司应该会完成自己的盈利指引 也就是股价有可能是上涨的一个看法 所以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或者是多看一些铁矿石之类的报告 但是高盛呢 他是认为在年底之前铁矿石的价格会下跌15% 所以他们这两家投行是要打架了吗 有客户问Quantus 其实Quantus跟webjet和flycenter 和Sidney Airport都是差不多是一类的 就是跟旅游板块是相关的 他现在股价也很低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可以考虑长期持有的话 那现在就是第二个可以买入的时机了 当然不排除他未来会下跌 所以说呢分批买入是比较稳健的一个方式 Origin等石油股是什么走势 那基本上就是吻合石油的走势了 就如果昨天晚上石油它是涨的话呢 那Origin和WPL大概率也是上涨的 那如果说是石油隔夜呢 比方说OPEC说我不同意减产 那完了 那Origin和WPL可能就要泄红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最近的观察来看呢 其实WPL这家公司赛 武德石油吧 Wutside Wutside它的那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 就基本上呢就没看它下过20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就是基本上稳定在这个位置 21以上 这还是不错的 石油和黄金是什么相关性 我记得长期来看的话呢 是正相关性 但是呢 这个并不能给您的实际交易上带来什么帮助 因为它只是理论的 我对Gin也不是很了解 我当时呢 有个客户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看一下图 我跟他说Gin呢不太好买 因为从那个 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来看 它的走势不是很好看 那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问我的吧 也是很久之前了 我说不太能买 那现在呢 如果说是从看图啊 图上来说的话呢 我依然不会选择去买Gin 因为它毕竟还没有占成维加斯隧道嘛 而且它上涨的一个趋势不是很明显 有客户问NAN为什么下跌 NAN这个价格不算低啊 我记得它之前有跌到过4块多的 如果说呢 它没有出现基本面有问题的话呢 那现在就是一个加仓的机会了 因为它家维加斯隧道附近 我们可以看一下ASX200 它现在其实也在维加斯隧道附近 对不对 这个位置呢就比较关键 如果说它能够冲上去 是这样子 蓝线呢是上涨 然后红线呢是下跌触碰后上涨 然后呢稳稳的冲上这个维加斯隧道的话 那澳股就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上涨的趋势了 有客户不少客户在问NAN 我看一下 我有好多客户都问NAN 还有客户问Jacky做空afterpay止损了吗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它止损了 亏的我还不少 但是我觉得呢 它做的并没有错 就是专业的投资人呢 一定要学会认错 而且要控制自己的损失 如果一个股票就升级了我们的根本 那不要谈翻盘了 对吧 那直接就亏到底了 4月3号才出的才出的报告 还是个利好的吧 然后最近也没有出任何消息 所以说它下跌呢 并不是说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而只是一个正常的波动而已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NAN的话 如果是您对NAN还是比较一个看好的一个态度的话 您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加仓 而不是说去把它割肉了 我不太知道RRL是什么公司 是一家PERS的生产 黄金生产公司 我不太清楚这家公司 但是如果呢 其实黄金股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金价涨了 它也会涨 那你只要看一下就是RRL呢 它之前出的财报 它里面说它的开采成本是多少 如果它的开采成本很低 不到1000的话呢 那绝对是有很大的盈利的 那它出财报之后 如果它完成了它的生产指引 那它的价格是会有一个飞跃的 刚才在61Financial的首页显示 Morgan Stanley上调Afterpay估价到110 我其实对科技股 我除了敢买就是Microsoft还有阿里巴巴 我别的都都不敢买 因为我不了解 他们像是Afterpay 我觉得它还没有赚钱 然后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是认为它跟Uber是类似的一个产业 因为Uber那个时候的概念也很新嘛 它是做共享经济的对吧 共享车 大家是share drive什么的 那 对吧 但是呢 它到现在呢 Uber都是不盈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entry barrier太低了 像是有滴滴啊 OLA啊 或者是任何人 只要按照它的这个模式开发出一个软件 它就是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其实Afterpay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 它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壁垒的 它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它核心竞争力就是投资者愿意给它烧钱 我愿意给它融资 让它继续涨 继续吹它这个泡 对吧 所以这种公司 我不敢去买 但是也不 不是说他们是错的 它很有可能到110 只是我不会去参与而已 那我肯定是错过了很多的一个上涨的机会吧 但是我看不懂 我就不会去买 当然如果您觉得Afterpay它真的很好 它在北美的市场 美国的市场 欧洲的市场都大有潜力的话 那可以去考虑 但其实呢 你如果再认真的看一下Uber它现在的情况 它的股价呢 是不太好的 而且它的财报的表现也不太好 到现在也不是很赚钱的一个公司 有客户问消费类的CCL CCL是什么公司了 我好像没有做很多的研究 Cocacola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食品类的公司呢 它都是属于防御型板块 其实不光是CCL吧 我觉得Bega也不错 就是BGA 就是一家做Cheese的公司 它之前呢 是在疫情的期间 它的表现是相当好 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很大的一个上涨幅度 而且呢 是不光是回到之前的价位 而且呢是超出预期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家公司呢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没有给它做很深的一个研究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这家公司还挺有意思的 看看 有客户问ASXL目前基本停滞 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做长线 其实SXL呢 Jacky也出过那个一篇股评报告 我之前呢 在那个网课上也提到过这家公司 就是它现在呢 是完全是背离本职 但它未来的增长空间呢 也不是说很大 它的运营肯定是有问题的 它现在呢 只是一个undervalue的状态 就是我们如果呢 希望它回到它的一个true value的话呢 我的预计呢 之前是0.44 但是现在呢 我又有点不太确定了 因为它最近的走势 的确是比较差 但是我依然是hold住 因为我买的不是很多 我可以去放长线 这其实也要取决于 您对它的一个投资量是多少了 这种股票呢 千万不能够压太多的资金 因为它是没有未来的 我上次说的海鲜公司 现在怎么样了 TGR最近也不太好 它的价格经历了大起大落 而且现在的走势呢 其实也不太妙啊 就是它的顾比付和移动平均线呢 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趋势 不然就是不知道 它最近的虾业开展的怎么样了 我还去买了两次 支持一下它的生意呢 怎么看纽币 纽币我没有什么看法 其实Jackie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马上呢 就是明年的话呢 是新西兰的大选 那那个时候因为政治不稳定 会造成纽币的一个下跌 那到时候呢 其实澳元对纽元还是看涨的 只是现在呢 因为澳洲疫情的原因 包括它的那个货币的原因呢 说要维持通胀率 等等的这些因素 会导致它现在呢 是下跌的 然后有客户问AMP AMP我记得之前 它站起来了呀 对它站起来了 然后最近连跌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它其实跟银行的挂钩呢 也挺 也挺 也挺多的 它是一个 类似跟银行 业务比较 同类的一个 一个公司了 7月1号 它完成了 人寿保险业务出售 这会以完成 将其人寿保险业务 NMP来出售给 就是它要战略崭型呗 它是不是从7月1号开始跌的 对 从7月1号开始跌的 AMP 说明大家不看好 它这个战略转型呗 觉得它 对吧 一个做保险业务的公司 怎么把自己的业务卖了呢 对吧 就对它来说 那它未来要做什么呢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很有可能是对基本面发生了改变了 但是AMP呢 还是有很多的固定资产的 像是我们公司的那栋楼 对吧 600Buck就是AMP的 它之后要转型去做什么样的公司呢 就大家还不太清楚 所以不太敢买 但我现在的话呢 我就看不太懂 它现在这个要怎么办 Blackmore趋势如何 为什么英镑这两天很强势 英国呢 如果说你要去交易英镑的话呢 一定要了解英国和欧盟之间的情侣关系 对吧 而且要了解就是Boris这个人 你要多看他的新闻 要喜欢他 因为Boris呢 经常会发布一些啊 意想不到的政策啊 那他的这个政策呢 也跟英镑的走势很有关系 我记得Boris是发了一个什么 就是他们推出了一个比较利好的政策 然后英镑就上涨了50点 所以这个就是跟政治挂钩很严重的一个产品 还有客户问Blackmore 哇Blackmore站起来了 又跪下去了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跟中澳的关系吧 因为最近不是中国和澳洲又开始互相开撕了吗 这对Blackmore来说其实是有挺大影响的 因为他的进口呢就会受制 这对他的销量来说是不利的 而且现在中国限制很多代购 所以说他未来财报能不能好看 销量能不能达到预期 这是要打个问号的 我觉得这也是他现在下跌的主要原因了 如果说他没有出别的公告的话 还有客户问WPL是不是加仓的机会 我觉得短期来说 中短期来说我不认为是 因为我没有看到石油还会继续大涨的可能性 它已经涨到40了 然后如果您去研究一下投行的一些报告的话呢 他们对石油到今年年底的一个预测 也就是差不多40多 不会到50的 所以呢 WPL是不是要加仓 这还是您自己要决定一下了 研究一下这个石油的价格 未来的预期怎么样 有客户就问了 为什么同样是贸易战 A2就没有影响 那A2嘛 之前Jackie也说过很多次了 包括Mike也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说对吧 这个A2呢毕竟是奶粉啊 就是大家就是要是硬虚 不像是红酒 或者说是保健品 可有可无 这个孩子呢 中国就是要喝奶粉的 而且他 而且大部分的宝妈都是很认A2这个品牌的 大家其实想一下 现在疫情对吧 就是说不定很多孕妇的数量也会增加 所以大家有可能会疼更多的牛奶 更多的婴儿奶粉呢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其实今天呢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到 到现在 到 我们就准备结束了 好吧 那谢谢大家这么晚 还来听我们的网课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现在每周三都有直播 如果大家想要听 Alan和Jacky的辩论的话呢 就是在下周三 两个男人 精彩的一个 智慧的对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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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